香港14日,沙田游行出现近期最激烈的冲突 有警员被数十名暴徒围殴 还有警员被人用硬物夹断手指 15日,香港社会强烈谴责暴力行径 有媒体直言,以凡水货客为名发起的 所谓光复上水游行和沙田游行 均演变成大规模暴力冲击 乱港分子显然有备而来 据香港星岛日报15日报道 沙田游行14日下午进行期间 有人在主要干道冲撞封锁县企图占据马路 并设立铁马镇 有组织的在沙田正街分发雨伞等物资 同时挖开路面砖头 大批防暴警员到场布防 双方展开对峙 晚上八十许,警方多次发出警告 但示威者从商场较高楼层扔下大量雨伞 头盔及水平,由警员当场滑倒 其中一名便依警员落单,有人从后面将他踢倒 该警员随即滚落楼梯,这时20多人疯狂涌上围殴 多人用雨伞猛戳并用脚踢 更有人用硬物将该警员一截手指加断 幸亏有记者见状上前喝纸,才制止了袭击 报道称,在这场冲突中,至少有11名警员受伤 有警员甚至被暴徒咬断手指,警方拘捕了47人 15号下午,特首林郑月娥及保安局局长李家超 到医院探望受伤警员 林郑表示感谢警队维护香港治安 形容警方的行动专业克制,却被暴徒肆意袭击 他强调香港必须尊重法治 会继续支持警队执法及追究到底 香港社会不会容忍违法暴力行为 李家超表示不能合理化暴力行为 因为暴力只会带来危机 他称,攻击警方的暴力程度越来越严重 极有组织性,而涉及暴力的罪行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 据港媒报道,被示威者咬断无名指的警员 经10小时手术后接上断指 但仍需观察数周才知是否成功 香港各界强烈谴责暴力 香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15日下午表示 近期的游行示威过程中 有小部分人采取暴力激进违法手段 令市民及警员受伤 他对别有用心的暴徒予以强烈谴责 警务督察协会14日向全港市民发出公开信 呼吁社会沉默的大多数支持香港警队 让管理层继续有勇气、有承担、有决心 以不偏不倚、无惧无私的态度 支持警务人员执行法律上赋予的权利及责任 该协会说近日一连串破坏香港法治的暴乱 已经到了不受控制的地步 还有一员前官员为他们的恶行护航 香港警队香港警察倒下后 难道香港的政治争拗就会圆满解决吗 请大家尽心想一想那些支持暴乱 引发警民冲突的恶棍 就是要推倒警队唱衰香港 15日香港警察队员佐级协会主席林志伟说 警方现在面对的已非一般示威者而是有组织 有充分资源、有完善计划的对手 他反问示威者与警员有何深仇大恨 摇手之等行为犹如野兽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颜保龄15号发表 致香港警队全体警员公开信 感谢和赞扬他们始终坚守第一线 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 竭尽全力维护香港稳定 香港人以您们为荣 为您们的英勇而自豪 为您们所受的委屈而悲伤 流泪、愤怒、呐喊 39名建制派议员发表联署声明 对于近日多次暴力冲击行为予以强烈谴责 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说 如果冲突继续蔓延升级 最终受伤害的是年轻人 香港的经济及民生也会受到打击 民建联议员蒋立云去信警务处处长卢伟聪 要求警方在审批游行集会申请时 若判断可能会引起骚乱 应暂停发出不反对通知书 行政会议成员任志刚15日发表声明 全力支持每一位尽忠职守的警察 他提醒说 法治是香港国际金融中心成功的基石 必须牢记珍惜连续的暴力行为 已经影响香港社会的经济秩序 商户店铺不能营业 结果只会伤害市民 经济受损 无人得意 香港工联会15日到政府总部进行请愿行动 要求政府严正执法并进行反欺凌反暴力行动 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对暴力人士示威后 继续非法集会冲击警方予以强烈谴责 厂商会会长吴宏斌说 近日多场暴力冲突的地点十分接近民居 不但令商铺被迫关门不能正常营业 更对居民安全造成严重威胁 这种不稳定的社会气氛吓怕了游客及投资者 长此下去必然会影响到香港经济 香港品牌发展局主席黄家和15号表示 游行对零售及餐饮业有一定影响 这两个行业6月整体生意额有两位数的跌幅 个别商店跌幅甚至达25% 他说这两大行业是香港重要支柱 势必影响整个经营环境和就业发展 东方日报15号称 示威者游行后随即有系统的集结 当场分发头盔雨伞口罩胶索带保鲜膜等物资 全部有组织有部署事实一再证明 他们要求撤回修例试假 打残警队打垮港府 打击中央才是真 香港大公报15号的一篇评论称 香港6月以来接连发生的暴力事件 已经给一些人带来好处 一家美资金融公司日前大手笔 买入一传媒集团股票 令其股价暴涨超过31% 而受惠的恐怕不止一个黎智英吧 香港之乱的代价最终由谁来买单 无疑是740万市民 文章说面对冲突不止乱象不决 740万市民 难道可以做事不管吗 那是这种粉丝都没有试图 没试图 有试图 你 没试图 没有试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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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